说在黎燕京二十里的地方 有一个风景秀丽的小镇子 名叫灵溪镇 在这灵溪镇中有一条小河围绕着整个小镇 使得整个小镇看起来非常的漂亮 而每年来灵溪镇中游玩的人数不胜数 因此灵溪镇中的富豪特别的多 因为此地人口众多 繁华无比 所以来灵溪镇大战 打工的人也是非常的多 而李老汉赫然就是其中的一人 李老汉五十多岁 帮着一个大户人家打扫庭院 因为工作的原因 李老汉也不怎么洗衣服 整天就穿着破衣烂衫 到大户人家干活去了 主人家看着李老汉这个样子 也给他送过几件衣服让他穿着 可是第二天一看 李老汉还是穿着破衣烂衫 为此主人家只能摇了摇头 表示无可奈何 李老汉虽说穿得破衣烂衫的 可他却有一个长相特别英俊 穿得干干净净的儿子李富贵 李老汉觉得自己苦了一辈子 不能也苦了李富贵 于是把自己平日里面省吃俭用出来的 前宫李富贵读书 有的时候还会给李富贵买几身新衣服 让他不要在其他人面前抬不起头 李富贵也特别感激李老汉 平日中读书也是非常苦 每天读书读到大半夜 这才肯罢休 可以说李富贵除了每天看书 吃饭睡觉之外 没有任何的娱乐活动 而李富贵在他自己16岁的时候 对李老汉说道 对呀 我觉得我自己准备的差不多了 这几天我便打算试着去考一考秀才 如果能够考中秀才的话 至少也能让您的脸上有些光彩 李老汉听了 连忙把自己藏在床底下的棺材本拿了出来 对李富贵说道 富贵 你把这些钱拿着在路上花 若你此次前去能考一个功名回来 什么愿望我都满足你 李富贵当即愣在了那里 对李老汉说道 父亲 那件事也可以吗 说完之后 两眼巴巴地看着李老汉 李老汉尝出了一口气 对李富贵说道 只要你能够考一个秀才回来 这件事我会给你说的 李富贵朝着李老汉点了点头 便前往燕京考秀才去了 由于两地距离并不远 所以李富贵没过几天 便从燕京回到了家中 先是好好的休息了几天 随后便等消息 看自己有没有考中秀才 半个月之后 李富贵竟然真的考中了秀才 这可让灵溪镇中的人震惊不已 要知道灵溪镇有史以来 还从来没出现过16岁就考中秀才的天才 一时之间 当地想要嫁给李富贵的女子数不胜数 可是对于李富贵来说 他现在只想着考取功名 在他的心目中男人就应该先立业后成家 现如今对于李福 富贵来说更重要的一件事是和李老汉的约定 他想要知道那件事 这天晚上李富贵破天荒地买来了一些酒 做了好几个菜 等着李老汉从外面回来 打算和李老汉好好地聊一聊 没过多长时间李老汉便从外面回来了 看到这个阵仗 他知道自己今天肯定要把那件事给说出来了 于是李老汉坐到了院子外面的凳子上 对李富贵说道 富贵 东西我估计你也准备得差不多了 坐下吧 咱们爷俩好好地唠一唠 李富贵一脸严肃地坐了下来 对李老汉说道 爹 我的母亲到底去哪了 这次你可不能不说 这是您答应好的 李老汉点了点头 便对李富贵讲了一个凄惨的故事 当时李老汉年仅二十岁 没有学过什么手艺 但是身材高大 英俊不凡 靠着一身腱子肉 平日之中帮人家干苦力为生 当时小镇上喜欢李老汉的女子也有不少 可是李老汉当时早已经喜欢上了一个名叫王秀芳的女子 当时只有十九岁 长得虽说不算特别漂亮 但是两只眼睛非常好看 还有两个深深的酒窝 让人一看就觉得特别的喜欢 值得一提的是 二人从小生活的地方就离得特别近 可以说是光着脚丫一起长大的 也称得上是青梅竹马 而王秀芳也对 李老汉有了好感 只是他不知道如何表露自己的心迹 便把自己对李老汉的喜欢藏在了心底最深处 万万没想到 王秀芳的父亲觉得王秀芳都已经十九岁了还没有嫁人 众人纷纷都说 王秀芳一定是有问题 要不然一个黄花大闺女怎么可能到十九岁还没成亲呢 这让王秀芳的父亲有些脸上挂不住 当即便找了镇上的媒婆 打算给王秀芳说尽 当时的李老汉听了之后 当即便火冒三丈 气冲冲地打算去找王秀芳的父亲理论 李老汉的父亲看到李老汉这个样子 连忙拉住李老汉 对李老汉说道 你这个傻小子 你带着聘礼去提亲不就行了吗 就你这副架势 能干成什么事呢 说完之后 李老汉的父亲把自己全身上下的积蓄都递给了李老汉 对李老汉说道 你把这些钱拿着 去镇上买些礼品到王秀芳家中去提亲 不管说什么 你先答应下来 到时候回来咱们再商量 李老汉这才恍然大悟般地拍了拍头 买了些东西之后 便朝着王秀芳的家中跑了过去 向王秀芳的父亲提亲去了 事实上 王秀芳的父亲也特别看好李老汉 觉得这是一个踏踏实实的小伙子 一直想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李老汉 可是李老汉一直没有进一步行动 这把王秀芳的父亲给逼急 急了 这才想出这么一个下下之策 现在看到李老汉提着东西来家中提亲 心中高兴不已 但是表面上却是不动声色地对李老汉说道 小李子咱们都是熟人了 你拿着这么多东西来我们家干嘛呢 李老汉又是一个笨嘴 不会说什么漂亮话 支支吾吾的对王秀芳的父亲说道 叔叔 我想去秀芳为妻 还请您能够答应 这些都是聘礼 要是您觉得不够的话 我再去买 王秀芳的父亲看到李老汉老是芭蕉的样子 哈哈笑着对李老汉说道 小李子呀 看你这样子 我也不逗你了 你回去跟你父亲说 咱们两家的亲事就算是定下来了 让他 挑个日子来我们家中把日子 一定让你们二人成亲 李老汉听到之后 高高兴兴地哼着小曲便往家里走去了 可谁都没想到 因为王秀芳的父亲托媒婆给王秀芳说媒 这件事却引发了一场悲剧 当时媒婆知道王秀芳的父亲 要把王秀芳架出去的时候 第一时间便找到了镇子上的无赖二狗 对二狗说了王秀芳打算找一个如意郎君的事情 要说这二狗 事实上也并不算是一个无赖 只不过就是他把自己的东西看得有些紧 只要谁敢侵犯他的利益 他便会对对方无所不用其极 想尽一切办法折磨他 众人觉得二狗的做法太过极端了 所以才叫他无赖 再说二狗知道了王秀芳要找如意郎君的事情之后 可把他高兴坏了 他连忙跑到小镇上买了许多礼品 朝着王秀芳家便走了过去 可是由于二狗家比李老汉家离得远 等到李老汉离开王秀芳家中的时候 二狗这才匆匆忙忙地赶到了门口 看到王秀芳的父亲走出了门 二狗急急忙忙地凑上前 乐呵呵地对王秀芳的父亲说道 王叔叔 这是我特意买来孝敬您的 这些东西是我帮您拿进去 还是您让下人帮我拿进去呢 王秀芳的父亲看了看二狗 心里想着 就你 也不看看自己的名声一个破 脱皮无赖 还想娶我的女儿 想到这里的时候 王秀芳的父亲里都没理二狗 便把二狗拒之门外 直接回到了屋中 这可把二狗给气坏了 他想着李老汉离去时两手空空 一脸高兴的神色 心中已经有了答案了 不由得气不打一处来 觉得王秀芳的父亲专门设了这么一个计 用来羞辱他的 他决定要对王秀芳的父亲进行报复 于是 二狗便天天盯着王秀芳的家中 想要看看王秀芳的父亲 最在乎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观察了许久之后 二狗发现 王秀芳的父亲 根本不在乎钱财这些身外之物 他只关心自己的女儿 王秀芳能否平平 平安安 健健康康的 随即 一条毒计便从二狗心中浮了起来 再说 李老汉的父亲和王秀芳的父亲见面之后 定了一个日子 二人便成亲了 成亲后不久 王秀芳便怀上了孩子 这可把全家人都给高兴坏了 李老汉当即便请了城中最有名的郎中 给王秀芳开了一些安泰药 可万万没想到 二狗不知道怎么回事 突然知道了这一切 他就绑架了那位郎中的孩子 威胁那位郎中说道 你要是不想个办法让王秀芳生不出孩子 那你的孩子小命可就不保了 你自己看着办吧 郎中刚开始的时候 抵死不从 可是当他看到自己的孩子 被二狗差点掰折了胳膊的时候 答应了二狗的请求 十个月之后 王秀芳眼看着到了生产的时候 可是却发现自己腹内的孩子越来越大 恐怕到时候孩子生不出来 自己要出意外 要知道 镇子上的许多接生婆看到王秀芳这个情景 都不敢来给王秀芳接生 生怕出点什么事情 转眼间到了王秀芳生产的时候 李老汉从燕京请了一位吻婆过来 据说这位吻婆手特别的巧 从来没有试过手 王秀芳看到这个情况 心里稍稍的安定了一下 随后便躺在了床上准备迎接生产 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位吻婆用手摸了摸王秀芳的肚 兔子嘴中喃喃说道 你的孩子这情况不对 一定是你们怀孕的时候吃了一些其他的东西 只是暂且不说 就是说现在生产 你和孩子只能保一个 你先自己选吧 李老汉看到这个情况 不由的愣住了 他万万想不到 自己好不容易怀上了的孩子 结果要和妻子二选一 此事对于李老汉来说 无疑是巨大的悲痛 而王秀芳的父亲得知此事之后 急急忙忙的跑到了王秀芳的跟前 对王秀芳说道 傻孩子 你可到时候千万不要选孩子 你要知道 孩子没了 咱们还可以再生 可如果你的性命没了 那就什么都没了 知道了吗 王秀芳闭着眼睛 微微的 点了点头 但是他心中早已经做了一个决定 如果二选一的话 他一定要保住孩子 因为王秀芳觉得自己的身体 好像越来越差了 他实在是不敢赌自己 还有没有下一个孩子 想到这里的时候 王秀芳突然觉得自己 好像要生产了 连忙把吻婆叫了进来 悄悄地对吻婆说道 如果要二保一的话 一定要把孩子给生下来 吻婆看着王秀芳的眼神 重重地点了点头 等孩子生下来的时候 王秀芳却因为孩子太大 出血过多 难产去世了 家里人虽说特别的悲伤 所幸的是还有这个孩子在 他们也不至于感觉到空落落的 可万万没想到 的是 就在一天晚上的时候 李老汉带着孩子到外面去玩了 等他回到家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一大家子的人 全都中毒身亡了 这让李老汉感觉到特别崩溃 他实在是不知道到底是谁在针对着自己 于是李老汉决定悄悄地潜伏下来 调查这个凶手 查了好久之后 李老汉发现 无赖二狗的嫌疑是最大的 但是一直苦于没有证据 所以现在二狗还在逍遥法外 而李老汉实在无法天天 面对着二狗那张嘴脸 便来到了灵溪镇上安定了下来 李富贵听完李老汉的讲述之后 这才明白了自己母亲的事情 李富贵不由地嚎啕大哭起来 来 虽说李富贵从来没见过自己的母亲王秀芳 但是李富贵却受够了被他人一直指指点点的日子 而之前李老汉也为走不出心里的心结 所以一直没给李富贵说他母亲王秀芳的事情 而这次李老汉之所以给李富贵说他母亲王秀芳的事情 完全是因为李老汉觉得李富贵现在已经考取了秀才 如果再努力一把 就可以替他的母亲讨回公道了 此时的李老汉看着李富贵低下头痛哭的样子 面对李富贵说道 富贵 你现在也不小了 我跟你说 你母亲的事情 只希望你有了能力之后再去解决这件事情 不要因为意识冲动 把自己的前途再给搭上 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李富贵听完之后 止住了哭泣 重重地点了点头 严肃地对李老汉说道 我知道此事的重要性 绝对不会把我的性命给搭上的 从今以后 我一定要更加努力读书 争取早日考中功名 为母亲报仇血恨 李老汉听完之后 谢维帝点了点头 他知道自己今天的目的达到了 从今以后 李富贵更加努力地读书 每天读书读到深夜才肯罢休 有的时候 李老汉看到李富贵实在是太过辛苦了 并劝说李富贵休息休息 别把身体给熬垮了 李富贵每次都是微笑着点了点头 但是等到李老汉走出房门之后 便又开始读起书来了 这天 李老汉看着李富贵 微米不振的样子 带着李富贵到镇上闲逛了一圈 逛着逛着 突然发现李富贵对一只黑猫特别的感兴趣 李老汉就问李富贵是不是想要买这个东西 李富贵点了点头 李老汉便把这只黑猫买了下来 带回了家中 放在了李富贵的房中 再说这只黑猫 自从到了李富贵房中之后 李富贵的精神头似乎也好了许多 看书看得累了 看着这只黑猫便觉得特别的高兴 对于李富贵来说最幸福的就是自己能够精神奕奕地读着书 这天外面正在下着雨呢 李富贵却突然发现自己房 中的那只黑猫不见了 李富贵心中特别着急 对于李富贵来说 这只黑猫现在陪伴他的时间太长了 如果黑猫不在身边 李富贵就完全不能静下心来去读书 所以李富贵把家中收拾完之后 并没有看见黑猫 便急急忙忙地披了一件衣服 到外面寻找黑猫去了 可足足找了半个时辰 李富贵都已经被淋得如同落汤鸡一般 还是没有找到那只黑猫 这个时候 李老汉听见外面的动静 从屋中走了出来 看到李富贵在家中闲逛着 浑身都已经湿透了 便把李富贵拉到了家中 对李富贵说道 下这么大的雨 你在外面疯什么呢 你赶紧回家去 看你身上都成什么 没样子了 说着说着 李老汉便把李富贵拽到了家中 刚刚回到家中 李老汉借着烛光 这才看到了李富贵脸色煞白 四肢发凉 这可把李老汉给吓坏了 李老汉连忙脱下了李富贵身上的衣服 把李富贵扶到了床上 让他躺了下来 并且给他盖两床被子 希望这样能够让他的身体暖一些 所幸的是 李富贵的身体很快地暖了起来 这让李老汉安心了不少 可是李老汉没注意到的是 在房檐上面 那只被李富贵捉回来的黑猫 此时正在双目圆瞪地看着李富贵 最终似乎还在嘟囔着什么 只不过声音太轻了 什么都听不到 当天晚上 李富贵做了一个梦 在梦中 他梦到一只黑猫 缓缓地靠近他 随后对李富贵说了一件 他无法想象的事情 黑猫对李富贵说 他上辈子就是李富贵的母亲 这辈子投胎到黑猫身上 只希望能够陪他度过一段幸福美好的生活 李富贵听了不由地感动不已 伸手便抱住了那只黑猫 嘴巴不停地喊着 母亲 李老汉看到李富贵这个样子 不由地叹了一口气 转身离开了 就这样 李富贵在黑猫的陪伴下 又过了五年时间 现在的李富贵已经二十一岁了 经过五年的准备 李富贵觉得 现在自己可以上京赶考去了 于是辞别父亲李老汉 和他房中的那只黑猫 打算前往京城 上京赶考 就在这个时候 那只黑猫却跟在了李富贵的身后 不管李富贵怎么驱赶都不肯离开 能多陪李富贵一会儿是一会儿 仿佛下一刻就会离开李富贵似的 当时的李富贵以为黑猫贪玩 虽说他知道黑猫的真实身份 但毕竟也是一只小动物 免不了会有小孩子脾气的 当即也就没当一回事 让黑猫跟着自己一起上京赶考去了 万万没想到的是 三天之后 发生了一件让李富贵悲伤欲绝的事情 当时的李富贵刚好赶到了一间客栈之中 客栈中人声鼎沸 特别嘈杂 李富贵赶紧登了一间上房 便打算躺在床上休息 毕竟赶了一天的路 也累了 可是李富贵没注意到的是 那只黑猫却死死地盯着门口 仿佛在看着什么东西 当天半夜的时候 李富贵正在睡觉呢 突然听到了黑猫凄厉的叫声 那如同婴儿般啼哭的声音 一下子便把李富贵给吵醒了 睁开眼睛一看 李富贵就看到有一个黑人 站在房间之中 手中拿着一把匕首 看他的走路方向 应该是要杀了自己的 可是黑人的致命一击 却被黑猫给挡住了 李富贵看着黑猫 不由地哭出了声 嘴里喃喃说道 母亲都是孩儿没有保护好你 如果不是我的话 你也不会有这番下场 说完之后 李富贵猛然之间抬起了头 看向黑衣人 黑衣人看着李富贵的眼神 有些害怕 与此同时又听见客栈里面 人来人往的声音 便快速地跑到了窗户旁边 跳了下去 可是黑衣人没注意到的是 自己身上的一封信 一不小心掉了下来 那上面分明写着二狗的名字 李富贵看到这里的时候 彻底的气炸了 深吸了几口气之后 心中下定决心 一定要考取功名 为母亲报仇 要知道 母亲已经两次都为了保护自己而亡 于是 李富贵当即便从客栈之中走了出来 急急忙忙的 朝着京城中走去 一路之中没有丝毫的停歇 等李富贵赶到京城的时候 已经累得精疲力尽 便随便找了一家客栈安顿下来 那二狗就算再怎么厉害 也不敢在天子脚下胡作非为 于是李富贵也平平安安地度过了 科考这几天时间 并没有发生过什么出乎意料的事情 值得一提的是 李富贵果然没有辜负众人的期望 考取了功名 被皇上封为了燕京的县太爷 而李富贵上任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重新调查二狗和郎中 看他们究竟做过多少坏事 还有多少人遭过他们的毒手 结果发现 二狗做的坏事数不胜数 而郎中也是被逼 无奈之下 才会选择帮助二狗的 李富贵也不是什么滥杀无辜之人 当李富贵知道郎中 没有主动地害人的意愿的时候 知道他也是被胁迫的 于是当堂便把郎中给放了 让他免费为灵溪镇中的人 看病一年 以示惩戒 而二狗由于罪大恶极 被李富贵判处了灵池而死 在二狗被灵池当天 附近十里八乡的人 站满了街道 纷纷拍手叫好 更有甚者放弃了鞭炮 众人纷纷都说 李富贵可真是一个 为民办事的好官 结语说着 刘富贵得知自己的母亲 被无赖所害 当即便发誓 一定要考取功名 为母报仇 要 不然对不起母亲 用生命守护自己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母亲毫无疑问是 我们最亲近的人 希望各位看官们 能够多和母亲聊聊天 陪陪母亲 毕竟对于他们来说 过一天算一天 话说清朝顺着年间 松江府有个园外教于清客 家中甚是富有 早年读过几年书 通文末 能言善辩 也算是个有见识的人 却不知怎地迷上了黄白之术 身心只要炼成丹药 便可点铅为金 死拱为银 因他爱好此道 闻风而来的术士 络绎不绝 折腾了许多年 但要没炼成 银子倒是骗去不少 即便如此 依旧执迷不悟 知道自己无缘 不曾遇着有真本事的术士 身心此树古来有之 若机缘已到 岂有不成事的道理 这年秋日来 到杭州游玩 在西湖边上立了一个院子落脚 隔壁住的是个远方客人 带着家眷 行李甚多 普从整集 当中有个女眷声的非常貌美 听人说是那客人的小姐 每天雇一艘奢华的游船 携了美妾游览西湖 船上被有酒盐 又有歌女坛 唱助兴 终日推杯换盏 公筹交错 所用酒器尽是金杯银快 所使菜肴巨是山珍海味 所以美酒也都是穷江一夜 即至晚上归来 奴婢蒲丛等人通通中赏 于清客暗中观察了几天 不由暗暗咋舌道 向来以为自己大小 也算个财主 如今才知道人外有人 人天外有天 此人必是一方巨富 否则怎敢如此挥霍无度 心里艳羡不已 于是让蒲丛地上拜帖 要和他结交 客人倒也来者不惧 将他请到厅里 二人互通姓名 客人自称王道陵 河南人士之后 少不得拱手行礼 你说久仰久仰 我道幸会幸会 分钉主坐下 有童儿奉上香茶 于清客端起茶杯 抿了一口 道 王兄平日的排茶 时非常人所能及 兄台之富贵 小弟望尘莫及 王道陵连忙谦虚了一番 于清客笑道 兄台不必过千 日日这般用度 家中若无金山银山 怎能如此随性 金山银山只怕 也有用尽之事 王道陵颇不以为然地 白白手 轻描淡写地说道 若要自以快活 必须得有个用不尽的法 此言一出 于清客立马精神起来 追问道 何谓用不尽之法 王道陵神色尴尬 仿佛后悔 刚才脱口而出 说错了话 只知五五半上 只是不回答 于清客见了 更觉得非问不可 继续说道 毕竟要请教被逼问的 没办法 王道陵 只得两手一叹 说道 不是我不说 只是即便说了 你未必能理解 也未必会相信 越是这般 于清客越是觉得蹊跷 只是不听 得恳求 非要他说个子丑阴莽 无奈 王道陵 指得平去左右复尔 低声说道 我有九转大 还单可点 千铁为金 死拱为银 只要练得此单在手 黄金如瓦砾 白银如泥块 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金山银山又何足倒哉 于清客一听 是黄白之术 顿时喜不自胜 欣然道 原来兄台精于单道 不瞒你说 小弟平生最是向往 若兄台肯不吝辞教 小弟情愿倾家受教 难道你没听说过 法不清传 道不见外吗 此数 怎可轻易传得 王道陵 直截了当 回绝了他 鉴于清客 面露失望之色 有些过意不去 笑道 稍微掩饰一番 伯君一笑 倒是无妨 说完 换来铜儿 燃起碳炉 将几辆拱丢进炉火之中 又从腰间摸出一个纸包 里面是一些药末 用指甲挑起一丁点 弹在碳炉里 不一会儿 千拱消失不见 全变成了上好的雪花文银 于清客又惊又喜 暗中寻思到 原来银子来得这么容易 如此富贵 也就不足为怪了 可惜我追求此到多年 本钱折去不少 但却没有炼成 如今难得遇着一个 有真本事的 怎能轻易错过 于是虚心求教 道 这丹药是如何炼成的 王道陵道 这叫 九转大还丹 先将银子为母 用密钥养在炉顶中 每九日为一转 炼足九九八十一天 必食火侯 足了炉中 便生了黄芽又接了白霜 开炉后扫下这些单头来 只削一丁点 便可点签拱为金银 最妙的是那母银 仍旧分毫不曾少去的 于清客问道 母银所需几何 王道陵道 多少不论 但母银越多 单头越精 不夸张地说 若炼出半盒 一盒大概一百五十克单头 富可敌国义 不怕兄台见效 小弟虽不是大富之家 但也有些博产 数千金之术 倒也不难办 若兄台狠拒 尊光临寒舍点画点画 只叫一指教 小弟生平所愿足矣 实不相瞒 此术不亦传人 亦不可轻易替人烧脸 于清客听到此处 脸色煞白 暗想难道要与这天大的富贵 失之交臂 心中五味杂陈 正要继续恳求 谁知王道陵画风一转 道我见你虔诚 又且有些富贵之相 在此相逢也是缘分 既如此 不妨替你破例一回 但请告知贵府在何处 来日也好上门拜访 于清客文言大喜道 小弟家在松江 离此不过两三日路程 胸台若肯光临 何不及客收拾启程 于小敌 到同去就是了 王道陵道 家中尚有老母在堂 在下还须回去一趟 一来看望老母 二来带小妾回家安顿 是必之后 再到贵府拜访 未为迟也 于清客只怕错过了高人 怎肯轻易放手 讲不尽的好话 说不完的盛情 王道陵推辞不过 只得答应了他的请求 当即打点行装 雇了两条大船 一道往松江去了 话休旭 凡不一日到了松江 于清客将王道陵 毕宫毕敬迎到家中 凤座请察后说道 此时小弟寒舍往来人杂 多有不便 离此不远有一座庄园 也是小弟产业 很是僻静 凡请兄台和贵家 卷到笔出安顿 小弟也到笔出书房中速写 一来清静无人搅扰 二来隐秘方便动如火 不知尊义如何 王道陵道 如此最好 练丹之事 最计俗消 况且在下还有女眷在旁 岳家要回避外人了 于是一行人一步来到园中 但见景质疑人 雅静清幽 王道陵欣然赞到 好个优雅的所在 正好做修炼之所 又方便安顿家眷 于清贺先前只是远远见过那小妾 如今王道陵吩咐不必回避 让丫鬟请来拜见主人家 小妾叫李云娘 带着两个小丫头 一个叫春花 一个叫秋月若柳迎风般 走上前来与她建立 如今面对面一瞧 当真是沉于落雁之容 碧月修花之貌 天下凡是有钱的人 没有一个不贪才好色的 于清贺此时心缘一马 忍不住燕拓吗 只寻思如何才能一心方泽 至于炼丹之事 反倒不那么要紧了 只是碍于边上有人 只得收回思绪 定了定神 转头对王道陵说道 不知几时可以开始 王道陵道 只要母银一道 随时可以开炉 于清客道 须得准备多少母银 王道陵道多多益善 母银多所得的丹药便多 一次多炼一点 免 多费手脚 于清客想了想的 先准备二仙金下炉便是了 今日天色已晚 明天在下让人搬过来 当晚在园中置备酒盐 款待王道陵 喝到夜深方才尽欢而散 阴阴勤勤自不必说 次日 于清客果然让人送来两千斤炉顶 家伙之类 家里都有现成的千拱药物等也一应俱备 王道陵笑道 足见主人家新城了 当即换来一个家童 依法动手 先燃起炉火 又将银子放了进去 取出单方地给于清客看了 把几件稀奇古怪的秘药也丢了进去 顿时烧得五色烟旗 较于清贺一道封住 除了 接着换来几个跟来的家人 吩咐道 我在此要耽搁三个月 你们且先回去给老奶奶报了平安再来 只留下一个灌烧炉的童子在此 其余的都出门去了 从此日夜烧炼 王道陵时不时到炉边看看火色 没事时便同于请客闲谈 或饮酒 或下集 打发时间 宾主相处融洽 如此过的二十余天 忽然一个人穿了一身麻衣 满头大汗 风风火火闯进园中来 顶惊一看 却是先前打发回去的家人 见了王道陵 叩头放声大哭道 老奶奶去世 快请主人回去治丧 突闻恶号 王道陵悲痛欲绝 哭倒在地 于清客指得在一旁连忙劝慰道 人死不能复生 过伤无意 还请节哀顺便 报信的家人又催促道 家中无主 请主人速速起身 王道陵只得止住哭声 无奈地对于清客说道 本想替主人家完成美事 谁知遭死大便 今日事在必行 只是大事未曾终了 此事又间断不得 是出两难 在下虽有个权宜之计 只是多有不便 于清客连忙追问是何计策 有何不便 王道陵面有难色 愁出良久 才一咬牙说道 我那小妾虽是女流之辈 但随时在下多年 炉火之事也都了然于凶 我去之后 留他再次看守丹炉就好 只是如此一来 难免多有不便 于清客正色道 你我通家至交 但请放心留下尊嫂 此乃恋丹之所 并无闲杂人等往来 你走之后 我再换几个老成妇女 前来陪伴 小弟也亲自在园中安歇看守 有何不便之处 王道陵道 老母已死 方寸乱矣 想来 托其继子之事 古来便有之 如今事出突然 若要两全其事 只得留他在此 看着火候了 在下回去料理一番 起炉前自会赶回 见要留下李云娘 于清客 恨不得力 即将他送走 面上不动声色地说道 若得住 此足见凶台 有事有终 王道陵进去 与小妾交代了几句 吩咐他留下来照看炉火 又把他叫出来 于清客相见 当面嘱托二人道 守好炉火 万万不可思习 堂有所悟 悔之不及 于清客问道 万一尊驾来迟 误了八十一日之期 该如何是好 王道陵道 只要火候足了 持些开也无妨的 接着又和小妾 说了一会儿私密话之后 才依不舍地去了 见他留下爱谢在此 于清客道也不担心炼丹之事 只是盘寸着要趁他不在 想个法子将美人勾得到手 这日正在书房吃响 呼见李云娘的丫头 灯花来 请到我家 娘子请主人家到丹房看路 当即起身整理一关 随着春花来到丹房 见李云娘与丫头秋月 早已等在外面 见了主人家行李毕 转身吩咐两个丫头的 单房即生人 你们就在外面等候吧 二人一同进了单房 把所封之炉 前前后后看了一遍 于清客心思 全在李云娘身上 哪里还管炉火的青红皂白 可惜里面 有一个烧火的家童在 只好饱饱眼福 连俏皮话 也不方便说上一句 直到完事 走到门旁 于清客才老着脸皮说道 有劳娘子了 尊父不在 娘子回房 恐怕也有些寂寞吧 李云娘并不答话 只是微微含笑 领着两个丫头 飘然而去 于清客看得心惊荡漾 心中寻思 要把单房里 烧火的桶子支开 到时再来看炉事 孤男寡女才好行事 绿意沉吟 心生一计 当即换来家仆 吩咐道 那烧炉的桶子 向来辛苦 明日被一桌酒饭请的 你好生作陪 灌得烂醉也无妨 次日一早 家仆造主人的吩咐 把那烧火的桶子请了去 那桶子在炉灶边守了多日 早已苦不堪言 如今见了酒饭 那馆三七二十一 敞开肚皮 大吃大喝起来 不一而便烂醉如泥 倒头睡了过去 于清客 瞅着 准时机请李云娘 去看单炉 到的单房外 依旧让丫头留在外面 二人一前一后进了单房 发现烧火的桶子不在 李云娘不由师生惊问道 烧火的人 怎么歇了火 于清客 闲着脸皮说道 只因在下动了火 故此叫他暂时歇了火 李云娘一副不解的模样说道 这火是断不得的 如今 谁还管他断的断不得 落不得小娘子垂帘 在下都要性命不保了 于清客说完 不管不顾上前 将女人一把抱住 李云娘一边挣扎一边说道 承蒙主人家厚爱 只是此处是单房 恐有处犯 断不是做事的所在 清客此时兴致勃发 那里还管什么单房不单房 只是紧紧抱住 难难道 就是要了在下的性命 也无怨了 说完便动起手来 只见一个如狼似虎 势在必得 一个半推半就 欲举还迎 当下便在单房中 做成了好事 不消片刻 云与已闭 双双整顿一扇 于清客有些意犹未尽 拉着女人的手说道 可惜片时欢愉 时难尽兴 恳求娘子赐通宵之论 李云娘羞哪一笑 道 晚间相会我也是许的 谁叫你猴挤 偏要在单顶旁边 就这般没正经起来 于清客温言大喜 当下商议晚间相会之事 说好只等丫头 睡着后 李云娘再偷偷从房中溜出来 与她幽会 当晚夜深人静时 李云娘果然一眼来到书房 二人极尽枕席之欢 此后便夜夜如此 于清客知道自己厌妇不前 八步的王道陵一事不要再来 但要练不成也无所谓了 如此过得十来天 这日忽听看门的家谱来报道 数十到了 于清客吃了一惊 只得出门迎了进来 寒暄过后 王道陵先进内房见了李云娘 好一会儿猜出来 说道 小妾说单颅无恙 如今酒还之妻已过 单已成了 只是今日仓促 待明日献过了神变开颅吧 于清客心 说美色是不敢妄想了 好在明日开颅 但要唾手可得 也不失为一件天大的美事 到她次日 请了些纸马服务前程 记下完毕 王道陵一踏入单房 脸色骤变 沉生说道 这气色不对 急忙起开颅顶一看 大惊道 败了 败了 真单走失 连银母都成糟粕了 定是有人做了污秽之事 否则不至于此 于清客在一旁惊的面如土色 不好开口 又听她说中隐秘之事 神色更是尴尬 只见王道陵怒气冲天 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质问烧火的童子道 单房中可有外人进来过 童子答道 只有主人家和小娘子 每天来看一次 并无其他人进来 王道陵道 这就怪了 若果真如此 这单为何会败 快去把小娘子请来 我有话问的 童子领命 急急忙忙去了 不一会儿 李云娘请道 王道陵立声和问道 你做了什么事 怎么的要全败了 女人面如白纸 连忙分辨道 每天和主人家同来看路 都是原封不动的 我也不知是何缘故 王道陵又转头问童子 主人家和娘子来时 你都在单房中吗 童子歪着头想了一会儿 说道 只有一日不在 那天是主人家 连我辛苦备了酒饭 请我去吃 不想多喝 喝几杯就睡着 在外边了 是了是了 王道陵冷哼一声 也说边抽出一根皮鞭来 朝着李云娘 就狠狠地抽了过去 嘴里还骂道 分明是你这贱臂 做出事来了 好在他见机得快 侧身闪到一边 眼泪刷地掉了下来 忙不迭地哭诉道 我就说做不得 做不得 都是主人加害了我 于清刻见事情败露 惊得瞠目结舌 无言以对 恨不得地上有个洞 可以钻进去 王道陵怒法冲关 盯着他质问道 我临走之时 你是如何说的 万万没想到 我才去了几天 你就干出这般 猪狗不如的事来 如此品行不端之辈 竟然还妄想烧丹烈 要也怪我有眼无珠 看错了人 转头又骂李云娘道 你这剑臂 做出这等丑事 伤风败德 犹如门庭 我还留你作甚 今天便打死吧 说完 拿起皮鞭就打 吓得他转身就逃 边上的丫头 蓝的蓝 劝了劝王道陵 只是不一 扬言非要打死不可 一时间 哭喊声 咒骂声 劝解生乱轰轰吵着一团 满园鸡飞狗跳 于清客见识已至此 只怕不好收场 只得一把拉住王道陵 顺势跪倒在地 说道 都是小弟的错 一时色迷心窍 做了丑事 如今情愿弃了前日之物 只求胸台宽恕吧 王道陵冷哼道 自己做了污秽之事 已至灵丹走失 这是你自作自受 可没处埋怨 但我的爱切被你染指 受你玷污 你说这是该如何了结 于清客告饶道 小弟情愿赎罪 当即吩咐家人到家中 拿了两个大元宝 跪在地上双手奉上 王道陵却看都不看一眼 不屑地说道 银子我要多少有多少 岂在乎你这点 于清客无奈 指得不停地磕头 又让家人取来了二百两 道 这银子再取一位夫人也够了 此事错在小弟 还望兄台看在往昔相处的份上 宽恕小弟责个 听他如此说 王道陵方才缓和语气说道 我本不稀罕你银子 只是不让你受些责罚 损失些财物 以后恐怕也难改钱费 这银子我就收下了 拿去周记他人也好 当下吩咐仆从拿去装在箱里 又唤起小剑 童子丫头等人收拾行囊 临出门时还喃喃骂道 受这样的耻辱 可恨可恨 一咒骂不止 带着家人恨恨而去 话说 古时柳州城外 有一个大财主 名叫王继夜 此人家大也大 在柳州城内 可谓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王继夜有一个儿子 名叫王伯宇 此人因为是王继夜 唯一的读生子 所以从小到大 一直都是娇生惯养 锦衣玉食 王伯宇稍稍大一点的时候 王继夜请了城中的 娇叔先生教他读书 可是他每次都会把 娇叔先生给捉弄得 再也不敢来了 久而久之 王伯宇不爱学习的名声 已经传遍了整个柳州城 王继夜看着儿子 如此的不喜欢学习 虽然有些无奈 但是他觉得自己家大业大 只要王伯宇不胡作非为 那么自己可以护他 一辈子衣食无忧 随着王伯宇年纪越来越大 王继夜看到儿子 也老大不小了 于是给他找了一个 门当户对的妻子 这妻子的名字叫林月瑶 林月瑶的父亲 乃是城中数一数二的 富商林园外 有五个儿子 直至五十岁的时候 才生下这么一个宝贝闺女 可谓是从小到大被几个哥哥们捧着 没受过一点苦 林园外看到王继夜家大也大 和自家旗鼓相当 再加上王伯宇乃是王继夜唯一的儿子 所以也就答应了这门婚事 就这样 在半年之后 柳州城的这两家富商 终于结为了亲家 成亲 之后 王伯宇和林月瑶 倒是过了一段时间恩爱的日子 可是好景不长 还没过半年呢 王伯宇的顽固子弟习性 又展现了出来 他整日离外出玩耍不归 或者留宿在酒楼之中 或者留恋于烟花之地 每次总要等到身上的钱都花完了 这才回家 王继夜看到儿子王伯宇如此的不成绩 放着家中如此美貌的妻子不要 每天去青楼之中 找一些狐媚的女子 可是 每次王继夜准备下定决心狠狠地 揍一顿王伯宇的时候 林月瑶总是拦自王伯宇的面前 对公公说道 父亲 您不要这样责打夫君 都是我不好 我总是惹夫君生气 夫君心情不 好 这才外出散心 你要打就打我吧 王继夜看到如此乖巧 懂事的儿媳 觉得更加的惭愧 可是王伯宇却不以为然 他觉得妻子林月瑶 实在是寡淡无畏 即使林月每天都对自己很好 但他还是喜欢出去寻花问流 慢慢的 王伯宇迷上了赌博 刚开始的时候 他还是小打小闹地赌 到后来 他越赌越大 城中的人知道 他是王老爷的儿子 也就认挺他社长 这一日 王继夜还在家中休息呢 突然听到下人说 有几个彪形大汉来到了府上 王继夜赶紧跑出去查看情况 只见为首的一个大汉 对王继夜说道 王老爷今日冒昧前 来实在是不好意思 不过令公子欠我们赌场的钱 还请王老爷给还一下 说完之后 此人便拿出了一答借据 王继夜接过借据之后 气得满脸通红 他没有想到儿子王伯宇 在赌场之中 把王家所有的东西都给输光了 就在此时 为首的那个彪形大汉又说道 王老爷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你可不要赖账啊 要不然的话 我们就去报官 相信县太爷一定会秉公执法的 这么多的钱 就算判得一个斩首 势众也不为过 王继夜听了那大汉的话之后 吻了吻神 他对那彪形大汉说道 你放心吧 我儿子欠你们的钱 我会尽快给你 闷得 少说三五天 多则半个月 我会派人过去把家中的房器 地气 田产 店铺都交给你们的 那彪形大汉听完之后 对王继夜一拱手 说道 王老爷的话 我们还是相信的 那我们这就回去 等待您把东西都叫过来 说完之后 这几个人就大摇大摆地 走出了王家的大门 就在他们出门之后 王继夜终于忍不住 吐了一口黑血 然后就此晕了过去 等到王继夜再次醒来的时候 他发现自己的儿子 王伯宇和儿媳林月瑶 都站在跟前 看到儿子王伯宇之后 王继夜气步打一出来 支撑着身体靠近王伯宇 一巴掌打在了王伯宇的脸上 这一巴掌打得极重 王伯宇的脸上顿时多了五个血手印 不过王伯宇也没有敢哼一声 他知道自己犯下了滔天大错 父亲不杀了自己 已经算是仁慈了 看着父亲王继夜失望的眼神 王伯宇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 许久之后王继夜缓缓地说道 明天你就把家中的房器 地气 田产 店铺都拿到赌场还给人家 我做生意大半辈子了 还从来没有言而无信过 既然答应了人家 就一定要做到 明天一大早 咱们一家人收拾行李 搬到乡下的老屋居住去吧 就这样 第二天 王继夜把家中所有的财产 都交给了王伯 王伯宇失魂落魄地出了门 然后去了赌场还债去了 王继夜看着王伯宇走了以后 也遣散了下人 跟着儿媳妇一起回了乡下老家 自从王家家到中落之后 林月瑶的父亲 林园外立刻过来说要接女儿回家 可是此时的林园瑶已经身怀有孕 任凭林园外如何劝说 林园瑶都铁了心的要跟王家共存亡 林园外看着劝不动女儿 于是放下了一些钱 就这样回家去了 就这样 王家在乡下的老屋之中居住了下来 由于王继夜本来就上了年纪 身体不好 再加上前段时间为儿子王伯宇的事情 太过伤心 因此自从 搬到老屋之后 王继夜就卧病在床了 王伯宇看着父亲卧病在床 心里也很不适滋味 但是他从小没好好读书 又没有一技之长 所以根本就赚不来钱 不过还好 林月瑶在未出嫁之前 有着一手极好的女工手艺 平日里 这父子二人的日常开销 都靠着林月瑶织布绣花维持着 这年冬天 王继夜的病越来越重 家中也没有多余的钱请大夫 只能平日里精心照顾 这样维持着 年底的时候 王继夜已经到达了游进灯窟的地步 他颤颤巍巍地 把儿子王伯宇和儿媳妇林月瑶叫到跟前 对他们说道 我这身体呀 估计是 是熬不过这个冬天了 我这辈子做的最后悔的事情 就是没有好好管教好伯宇 害得他拜光了祖上的家业 也耽误了乐瑶的终身 王伯宇和林月瑶听了以后 都泪流满面地对王继夜说道 爹 您只是偶感风寒而已 不要说这些话 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了 他还没有见过爷爷呢 而此时 王继夜却剧烈地咳嗽了起来 缓了好久之后 这才平复下来 对二人说道 有一件事 我一直没和你们说 几年前我去京城做生意 偶然之间结识了一个京城大乳 我帮助过他 当时他的儿子也和你们一般大 刚刚成亲 于是我们二人约定 要是生了 孙子 同姓让他们结为兄弟或姐妹 异姓就让他们结为娃娃亲 王伯宇和林月瑶听了以后 惊得目瞪口呆 说实话 此事他们从来没有听父亲说起过 王继夜停顿了一下 又对他们说道 现在我们家到中落 也不知道人家能不能看上此事 如果有机会的话 你们还得去京城走一走 要知道 我这一辈子最痛恨的 就是言而无信之人 管不住别人 但是咱们自己别做那样的人 就这样交代完后事之后 王继夜在三天之后去世了 王伯宇和林月瑶忍着悲痛 为王继夜办理了丧事 而过了两个月 林月瑶腹中的孩子也即将生产 王伯宇 早早地从镇上请了吻婆回家 经过一天一夜的生产 林月瑶最终为王家 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 王伯宇给这孩子取名叫王陈希 王伯宇看着这白白胖胖的儿子 不禁眼眶有些湿润 他口中喃喃地说道 都怪我不懂事 是父亲那么早就去世了 要是父亲在的话 看见这孩子肯定是非常高兴的 就这样 在王伯宇和林月瑶的精心照顾之下 孩子长到了三岁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三年以来 他们发现王陈希非常的聪明伶俐 说话走路都比别的孩子要早很多 不光如此 在王陈希三岁的时候 他居然和父母提出自己要读书 这可把王伯宇和林月瑶给惊呆了 要知道三岁大的孩子 有很多还在尿床呢 王陈希居然有如此的志向 这着实令人激动万分 为了让王陈希接受到更好的教育 林月瑶特意去城中 拜托自己的父亲林元外 让他请一个好一点的教书先生 来为王陈希教授学业 林元外听了以后欣然答应 因为自从王家败落之后 林月瑶还从来没有求过娘家什么事呢 林元外一直觉得 自己的女儿个性太过要强 尽管他一直想要帮助女儿 可是都没有机会 就这样 林元外为王陈希请了中 最有名的教书先生 这教书先生在城中很有威望 因为 他们家是代以教书为生 曾经教过的学子 还考中过状元 所以能够得到这位教书先生的教导 王陈希日后就算考不中 功名也不会太差 为了让外孙有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 林元外特意在城中买了一个小宅子 让他们居住 数天之后 林元外一时好奇 想着还是去看看外孙 看他学习的进度到底到哪一步了 当林元外走进院子的时候 林月瑶告诉父亲 先生现在还在将王陈希读书 得等一会儿才能结束 林元外听了以后 摆了摆手说道 不急不急 还是不要打扰他们的好 我们先到房间之中唠唠家常 就这样一个时辰 之后 教书先生带着王陈希 从另一家书房之中走了出来 林元外看着他们出来之后 立马站起身来 笑呵呵的和教书先生打招呼 教书先生看到林元外之后 也是非常尊敬的攻身行李 在和教书先生的交谈之中 林元外得知外孙王陈希 非常的聪明 教书先生声称自己 教过这么多的学生 就连那位曾经高中状元的学子 都没有王陈希聪明 将来王陈希只要勤奋刻骨 前途不可限量 林元外听了以后非常的高兴 要知道自己一生生了五个儿子 只有林月瑶这么一个女儿 可是五个儿子都极其不喜欢读书 早早的就跟着自己在生意场上 摸爬滚打 现在林元外看到自己的外孙王陈希 王陈希如此有读书天赋 心下也是非常的欣慰 随着王陈希慢慢的长大 他果然就像教书先生所说的一样 年仅十四岁就考中了秀才 可谓是城中数一数二的天才神童 第二年 王陈希想要上京赶考 可是大家都觉得 王陈希的年龄太小了 再等两年 把学问学扎实了 再考也不迟 就这样 王陈希在家中又苦读了两年 这两年之内 王陈希觉得自己非常有把握考中功名 于是在第三年的时候 他对父母说道 孩儿现在已经十七岁了 自考中秀才之后 已在家苦读三年 几年还想上京赶考 若是考中功名的话 也可以让爹娘过上好日子 王伯宇和林月瑶听了以后 觉得儿子也不小了 是时候让他去京城闯荡一番了 于是就点头答应了下来 临走之前林月瑶和王伯宇告诉王陈希爷爷 王陈希在去世之前对他们说的话 王陈希怎么也没有想到 在京城之中 居然有也有王陈希的固有 而且他或许还有一个素未蒙面的未婚妻 听完父母所言之后 王陈希挠了挠头 对父母说道 虽然祖父荡日和那固有相约此事 可是现在已经事隔多年 况且我们王家已经败落了 不知道人家会不会已经顶尽 或者是根本不承认此事了 王陈希说的话 其实林月瑶和王伯宇也考虑过 不过此事是王继夜临终前对他们嘱托的 不管人家承不承认 他们还是希望王陈希此次上京赶考 去那户人家中走一遭 王陈希听了父母的话之后 点头答应 声称自己一定会去的 就这样 他收拾好了行囊 背着包袱出发了 外祖父林元外不放心 他第一次出远门 特意派了林家的一个仆人跟着王陈希 一路上 王陈希如同出了笼的小鸟一样 这看看 那逛逛 说到底 王陈希只是一个17岁的孩子而已 这聪明伶俐 但是他也有着每个 孩子应该有的贪玩天性 半个月之后 王陈希来到了京城 他和仆人一起找了一家客栈 安顿好了之后 就开始按照父母所给的地址 去找那位祖父的故友之家了 经过一番周折之后 王陈希终于找到了那户人家 那户人家姓刘 在当地还颇为有名气 王陈希秉明了下人之后 就进了刘府 刘家老爷子一听说 王陈希是王继业的孙子 非常热情地招待了他 在饭桌子上 刘老爷子还热情地 询问了他的功课 王陈希都如是做大 快吃完饭的时候 王陈希向刘老爷子 提出了当年他们的约定 刘老爷子听了以后 哈哈大笑 说道哈哈哈哈 你这小伙子到底是年轻人 沉不住气 不过也是难为你了 能憋这么长的时间 我刘某人可不是贤疲爱富之辈 当年你的爷爷对我有恩 我答应过你爷爷 将来若是同性 让他们结为兄弟姐妹 异性让他们结为夫妻 刘老爷子停顿了一下 接着又说道 如今我的独子 西夏只有一缕 名叫刘月霞 年龄只比你小一岁 只有十六岁 我看你们二人郎才女貌 甚是般配 听说你还要进京考试 所以等你考完之后 我便和你的父母商量着 选个良辰吉日让你们成亲 王晨熙听了刘老爷子的话之后 觉得又惊讶又感动 他没有想到刘老爷 完全没有嫌弃 自家家道已经中落 非常干脆的就答应了这门亲事 吃过饭后 刘老爷子把王晨熙 带到了一座小院之中 他告诉王晨熙 自己的孙女刘月霞 就住在这小院之内 今天带他来看看 也算是让两个年轻人 互相了解一下 王晨熙见到刘月霞之后 顿时被刘月霞的美貌惊呆了 说实话 他也不是没有见过美女 柳州城内的美女 也是非常的多 可是像刘月霞这样 美帝轻视脱俗的 他还是头一次见 刘月霞看到王晨熙之后 羞涩地低下了头 他早就听爷爷说过此事 所以他一看到爷爷 领了一个年轻的书生过来 就已经明白了个7788 刘老爷子把王晨熙请进屋中之后 自己便找了一个借口离开了 刘月霞看着王晨熙一副书生打扮 率先问道 你是来上京赶考的吗 王晨熙听完之后 点头秤势 刘月霞虽然自小养在龟中 但是刘老爷子 曾经请了众多教书先生 来教授刘月霞琴棋书画 所以他十分敬佩 有才能的人 经过交谈 刘月霞觉得王晨熙不管是诗词歌赋 还是四书五经都有着很深的造诣 当下便对王晨熙多了些许好感 许久之后 眼看着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刘老爷子此时也已经回来了 他问王晨熙 你初次来京 有没有住的地方呢 王晨熙回答说 他住在月来客栈之中 我老爷子听了以后 称怒说道 既然来了京城 何必要住在那客栈之中呢 我马上派人把你的行李取过来 以后你就住在刘府 直至考试结束 王晨熙推脱不过 只好答应了下来 就这样 王晨熙住在了刘府之中 在此期间 刘老爷子曾经多次考教王晨熙的学问 他发现这个年龄不大的书生 才学却是颇为高深的 当下 他对王晨熙多了几分满意 一转眼 好几天过去了 科举考试的时间也已经到了 王晨熙一大早辞别了刘老爷子等人 带上了随身携带的物品进场 忙 考试去了 在考场之中 王晨熙奋底计输 就这样又过了好几天时间 王晨熙顶着两个大大的黑眼圈 拖着疲惫的身体 从考场之中走了出来 回到刘府之后 他二话没说 进了屋子倒头就睡 刘老爷子见状也是不觉得诧异 因为科考本来就是一件很熬人的事情 他也经历过科考 知道考试结束后的书生有多累 于是刘老爷子让下人准备好丰盛的饭菜 就等着王晨熙醒来之后 可以吃一口热腾腾的饭 直到天黑的时候 王晨熙这才醒了过来 下人立刻给王晨熙端上了丰盛的饭菜 王晨熙看到那些饭菜之后 也顾不得推辞狼吞虎咽的 吃了起来 待到把饭菜吃完之后 精神头这才好了一些 刘老爷子看到王晨熙总算是恢复过来了 也高兴地坐在他的旁边 询问他烤得怎么样 王晨熙此时呵呵一笑 对着刘老爷子说道 我觉得我发挥的还不错 至于能不能考中功名 那只有听天由命了 刘老爷子听了以后 哈哈大笑了起来 他对着王晨熙说道 你在刘府的这段日子里 我觉得你的功课很扎实 相信早晚都会一飞充天的 王晨熙听了刘老爷子的话 有些感动 当即对刘老爷子说道 多谢您的太爱 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又过了一些日子 终于等来了发榜的日期令人 意外的是 王晨熙居然高中壮严 这下刘府上下可是一番轰动 刘老爷子怎么也没有想到 王晨熙居然会如此有出息 当下便令人大摆宴席 庆祝他的孙女婿金榜提名 王晨熙考中功名之后 老家的父母也很快接到了消息 不光如此 他们还得知刘老爷子没有嫌弃 他们家到中落 非常乐意把孙女嫁给王晨熙 就这样 两家人选了一个黄道吉日 给王晨熙和刘岳霞办了婚礼 后来 王晨熙被皇上委任到京城为官 他把老家的父母也接过来 跟自己一起居住 不光如此 他每年回去醒亲的时候 都会带着重力去看望 自己的外祖父李源外 和当初将自己学问的教书先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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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